一個很聰明的動作 為什麼呢? 就給他弟弟和孫女的責任 以及教他怎樣 好像我英文說的那句話 教人怎樣釣魚 就比較給他一條魚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明白這個概念 就是給他一些責任 孫女就可以走過去Glasgow U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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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影片 我就想介紹一個新屋子 是昨天才收鑰匙的 這個屋子在一個屋邨 其實這裡都有幾間屋子 我給你們看一下環境 這條街叫做Latherton Drive 你也看到後面牌 我給你們看一下 周圍的環境 我們在屋苑的中間 後面有些店舖 今天是星期六 不開 還有可能這些屋苑的店舖 都不太活 因為這裡外面有個24小時的Tesco 有個24小時的McDonalds 你們都有聽我介紹過這個屋邨 我為什麼這麼喜歡呢 因為這裡近Glasgow U 我說近Glasgow U 走去應該四五個字 他跟這裡的價錢 都不是太離譜 其實這個屋子 就是一個投資者 買給他的孫女 是一個兩房的屋子 就打算讓孫女住一間 然後另一間房租出去 其實這個爺爺和媽媽 應該這麼說 爺爺和媽媽都很特別 這樣為孫女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clever 好過給別人錢 他送了這個屋子給孫女 那可以日後 怎樣說 refinance 那個屋子賣給孫女 由孫女去買 收完租就拿來做生活費 跟著有剩下 可能給小小爺爺和媽媽 我覺得這個是很intelligent 英文有一句 就不要給人一條魚 倒轉教他們怎樣釣魚 我覺得這個爺爺和媽媽 現在就教孫女怎樣釣魚 因為我給了一屋樓 變成你又要look after它 生活費又有 然後如果你懂得做 又要給爺爺和媽媽 非常好 OK 我現在帶你們去看看 兩房的屋子 有些政府屋 裏面裝修得都挺好的 所以不需要很多事情做 不過現在近聖誕 都要一定下一年才做得到 因為我同時間手頭上有好幾個project 還有現在幫一個香港人自己買自住的趕工 趕工因為他都很心急 那些planning permission是拿了 我想你們如果看我其他影片 有見過的 所以我現在進去看看 我現在進去看看 OK 這個property買回來是88千 88千 OK Thank you 那你們不要太介意 這些公屋的安程程度 那些走廊 那些communal的地方 那些程度是一般的 OK 真是老實說 一般的 那些公屋unuz 那些公屋 附近是過了 那些公屋 那些公屋 那些公屋的房間是這樣的 那裏是OK的 那他就要走去一個走廊 那我進去 便給大家一個walkthrough 這走廊 看出去的景色也不錯 就是屋苑 下面有個幼稚園 下面有個幼稚園 我現在要走進去 然後我才和大家做個Walkthrough 今天天氣很冷 我的手都差不多腳了 HOLD住這個東西 走到中間這條走廊 這個就是裏面的單位 我今天帶了投資者來看 他們不會上鏡 所以我現在要給他們一個機會走 OK 就這樣 我進來的門口 他們出去了 投資者出去了 我們一進來的廚房就是這樣 其實廚房也算是專業的 但有些東西你們收樓 你都知道我們一定會去驗 好像霍應三鋪 這個建築你們看起來好像很帥 其實這裡已經有損了 然後你看這些是自製的 這個門開不了上面的 這個山下面就可以 這些要改 要做到它 然後這個水龍頭 好像一些簡單的東西 你看其實這個水來這裡 你說不換它也可以 我要和客人 和投資者說 OK 好像很漂亮 但這裡要花點錢 因為這個焗爐很髒 很髒 髒都不是問題 沒有了租客 即是孫女怎樣用呢 他和租客怎樣用 要看看他們的預算是怎樣 看看他們的預算 它這間屋很特別 所以整個屋頂都吊了 那些燈光燈 但吊得低了很多 但都OK 因為這個樓頂好像香港那樣 現在好像香港那樣 它整間屋都 下面這層鋪了Laminate 它有個Balcony Balcony幾好 這個窗我們試過 其實這裡沒有什麼東西做的 我看到嗎 那我要有個快的走路 因為我的太太 在等著我 Joyce 要我和投資者去其他地方 OK 那麼 這裡走上去 它是兩個房間來的 一個就是這裡 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就大了 現在 可以看到嗎 這個真的是很大的房間 這個很大的房間 其實呢 熱水箱呢 就在這裏 在這裏 那呢 走過來這裏 就是這個bathroom 這個bathroom就很unique 有個bath 也有個shower OK 有個shower OK OK的 用得到 不過要撿一撿 然後呢 這裏呢 就另外一個房間 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 特別的地方 熱水箱 就全部靠這些電板 這間房間都OK 因為它是樓上 有人下面有暖氣上來這裏 我現在今天呢 外面是零下 一兩度左右 你一見到 有落雪 現在我這裏沒有開暖氣 都不是太過冷的 OK 那這裏呢 有個couboard built-in cupboard 我看一下另外一個房間 我們怎樣去 怎樣去用 這麼大的房間 其實應該床頭放在哪裏都可以 這個真的很特別 那這些呢 我們會做小裝修 那 是 是 看到這裏 OK 我遲些有進展 才告訴你們 OK 先給你們更新 謝謝你們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我又不認識我 我是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一個職業投資者 我叫John 我就是基於Glasgow 其實我說基於Glasgow Glasgow長大的 不過在香港 回到香港做過事 那我現在呢 是專門幫香港人 基於英國也好 基於香港也好 現在有些客人在加拿大 有客人在美國 澳洲 總之 99% 我的客人都是香港人 或者跟香港有connection 那 我是一條龍 幫你們物業投資 或者買房子在這裏自住 有些人relocate過來這裏 我也做的 那這間property 我就剛才說過了 是很特別 爺爺和媽媽買給孫女 因為孫女是讀Glasgow 那有一個房子 她會住 然後另外一個房子 就出租給同學仔 那就有生活費 這些arrangement 我不知道 會不會可能 我都給了你住了 接著你另外一個房子 收個租給我 這個property 就在孫女的名字 就是孫女的名字 爺爺 就是贈送了一塊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smart的move 為什麼呢 就給回 那些小弟哥的孫女的責任 以及教她怎樣 好像我英文講的那句 教人怎樣釣魚 就rather給她一條魚 我不知道你們明不明白這個concept 那就是給她一些責任 那孫女就可以走過去 Glasgow那裏讀書 那我先說這麼多 如果你想了解我 可以有什麼services幫到你 或者你有什麼問題 關於Glasgow 因為我很熟很熟 Glasgow 我真的是地膽來的 我想你聽我說的英文 我很少講英文 在這些video 但是我真的是在本地的 OK 那你可以email我 是john at johnlan.net 或者Whatsapp我 那下一個video再見 Thank you